只是比較可惜的是說 我們在四大練習練到準備出國 其實我們在16號的時候 下國訓中心去做一個測驗 那16號下去測驗的當天 嘉鴻的腳就在地板下木 在熱身的過程裡面 他的左腳的阿基石尖就全部斷掉了 那當下大家也是非常錯愕 就是說發生這樣的事情 實在也不知道到底該做什麼樣的反應 因為嘉鴻的狀況非常好 嘉鴻的狀況非常好 那在整個訓練的節奏 也都完全在我們的掌控範圍之內 那嘉鴻也是在要出發前 很信誓旦旦的很開心的跟我講說 老師這次我不會讓你失望 那國訓中心的場地也非常好 老實講他的各方面設備充裕程度 其實我們大家都非常清楚 那只是在賽前這麼接近要出國的時機點 突然換個場地要去做測驗 也許是這樣的狀態讓嘉鴻在試音上有一些問題 我想運動員都努力那麼久了 那在這個節骨眼去受傷都沒有人願意 只是也希望大家可以給嘉鴻再多一點鼓勵 那也可以對我們的台灣醫療有一些信心 我想嘉鴻再振作起來應該是半年之後的事情 因為運動員受傷除了身體的傷痛 我想是相當容易可以去癒合跟復原以外 最重要是他的心理 他心理的傷痛老實講看不到摸不到 要怎麼樣能夠讓他癒合 老實講這真的是需要一些時間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